十年前他们是最好的闺蜜 十年后他却变成老师把闺蜜的女儿打到耳膜窗口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十年前 刚和男友领证的巨老师 他们拍完婚纱后还没有来得及办婚礼 就被闺蜜西珠抢走了男友 两人甚至跑到爱尔兰定居 并且还诞下男婴一枚 然而促成闺蜜和男友的人竟是他自己 十年前即将大学毕业的巨海云 在准备出国留学学习德语时 在课堂上遇到了西珠 而此时的西珠已经是嫁入财阀家族的阔太太 她有一个六岁的女儿被送到了德国留学 女儿的离开加上丈夫工作繁忙 所以西珠准备去学德语 这样方便和女儿沟通 在课堂上结识去海云之后 两人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西珠还吃巨资给海云买了一套价值几十万的外套 得知海云是美术生后 西珠便让海云做他的私人家教教他画画 就在上私教课的某一天 海云因为父亲在老家受了伤无法继续受课 于是便请了他的学长男友代替自己给西珠上课 然而在上课时海云的男友什么都不交给西珠 他让西珠自己练习画画 然后他自己却在一旁自顾自地偷画起西珠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便发生了变化 甚至还背着海云在私下里约会 所以在海云即将要和男友结婚的时候 西珠以出国深造为由 带着海云的男友一起私奔跑到了爱尔兰 独留下海云满世界地寻找着男友的身影 但是爱情归爱情 现实终归还是让西珠吃到了生活的苦 他们的所有支出都靠西珠的丈夫资助 但是他们家族的财政大权在婆婆手中 所以西珠拿到手的资金只够让两人住简陋的小木屋 整日吃面包和土豆 定居几年后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孩子 孩子的出生让他们本不富裕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两个人的感情也随着资金的关系慢慢变差 最后过惯了财阀生活的西珠终于忍不住了 他趁着男友熟睡时拿走护照 带着孩子开着车独自离开了那里 回到了财阀老公家后 西珠向婆婆隐瞒了孩子的真实身份 说孩子是老公的 所以他的孩子也成为了财阀家未来的继承员 而在爱尔兰被抛弃的男友徐宇 在西珠离开后就联系了海云 他在电话中把和西珠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海云也直到这时才知道这一切原来都是西珠引起的 然而在徐宇准备回国时 却因意外发生了车祸一直昏迷不醒 海云虽然和他取得过联系 但并不知道具体位置 所以徐宇一睡就是四年 直到几天前他才被一个陌生人带走 回国后的西珠则以海归的身份 得到了婆婆的认可和丈夫的支撑 开启新生活成为了知名画家 期间的他丝毫没有对于闺蜜海云的愧疚 还和丈夫过得其乐融融 完全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直到女儿被海云打了之后 他才意识到这极有可能是海云对他的复仇 这天西珠受邀参加艺术展时 却再次看到了徐宇 而当徐宇看到西珠时 却没有丝毫惊讶的表情 因为此时徐宇在遭遇车祸后就失忆了 除了与生俱来的艺术细胞之外 其他人他都不记得了 但是西珠见徐宇没有任何变化 他感觉这可能只是徐宇在装作不认识自己而已 于是西珠又趁着四下无人之时 质问徐宇回来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然而徐宇的表现却格外的淡定 看到徐宇满脸的问号 西珠这下才开始相信他可能是真的失去了记忆 就在西珠还想聊点什么的时候 海云走过来打断了他们 当西珠回到家中时 海云却拿着快递亲自送上门给西珠 西珠打开一看里面竟是送给他儿子的礼物 他感觉这是海云在暗示他 他儿子身份的事情